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国首都为民既好 走去节目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欢迎袁荣法师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我们同修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要来劝告袁荣法师 早期是什么因缘 来怎么做结缘的? 我的结缘也是很无意中 就是我家师兄在上班的时候 看了师父以前早期的风水学奥秘的连载 每天都连载一篇在台湾新生报 那我师兄回来就跟我说 我有看了一篇报导 就是连载 有位混原禅师 写的那风水的还不错 而且说 师父还不是只有写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还会叫人家改正 他认为说 还没碰过这样的人 他说 这个是很好的 那我就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拿回来给我看 经过老板娘的同意就说 可以请拿回来看 我开始就有简报 我有简报 我就想说 用一个布子把它剪贴起来 看了一阵子 她说有出书了 有一本 那我就想说 可以不用简报 很简单 那结果后来又说 要到台北来开课 是 我们是礼拜六下午的课 下午2点到6点 他上面这样写 那我师兄就说 他要来上课 你要不要去上课 他说你礼拜六有空 我说在台北 我住在桃园 蛮远的 没有交通工具 他说有国光号的 可以 他说你可以坐国光号 到哪一个站下车 因为我师兄都时常会教我说 你要怎么走哪条路 去哪边 他时常会跟我讲 所以他过了几天又问我说 你又没有报名了 我说还没有 他说反正是有空 你就可以去听听看 他认为师父写得很好 不一定说成就说我现在当法师 不是 那时候就想说 去听听人家讲什么 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要上班 以前没有周休二日 后来有一天我就打电话去说 还有没有在找神 他说有 可以来 就开始报名就开始上课 那是在84年的年底了 是 10月份吧 所以我是师父来上第二届的时候 我第一天就去上课了 这样认识的 是 是 那时候是张师兄成就你来学这个 易经风水心法 你第一次看到师父去到林口工业区 三个地方 五股工业区 五股工业区 看到浪座 看到师父 那时候的感想呢 其实那时候 平常人讲那时候是 没有什么感想 都想说 师父也自己讲说 我很爽 我们也觉得师父的很客气 他就说我妈妈很爽 来这台北 是不是适合还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是说 也没有想到会到今天 那么久的时间 完全是说 听了师父的讲课 每次听他 我都抱着说去听故事的心态 就是说某一个人 某某人能够讲的 能让我们更平安 觉得蛮有理的 就一天一天的听下去 是是是 所以一直听一直听 一直上课一直在听 听了多久之后才会 开始来做义工吗 我的义工也是有一个因缘 那我去上课了三个月了吧 那时候我们的班长就是现在的原德法师 他也做办人 他因为缺义工 他就打电话来 他说 吴师姐 我姓吴 他说吴师姐 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义工 那我们对做义工是完全没有排斥的 那我还没来这边的时候 也很会到各个寺庙 我那个义工是在 在寺庙是帮人家治疗身体 出家师傅那些 我都是也是都免费去帮他们 所以我对做义工是没有排斥 他就说 我说好可以 因为既然礼拜六要去 就排除那个时间了 就空出来时间了 我说没有问题 我说那要做什么 他说来照顾师傅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会开车了 也有一台车 所以他就说你方便吗 我说我是没有问题 就开始进入在我们中门做义工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是提早到来接待师傅 帮师傅准备他的茶水各方面 他就说可是我有个条件 我说什么条件 他说你要比师傅先到 准备师傅的用的 上课用的所有的材料 准备茶水 甚至那时候师傅要叫我们 滚酥醒汤 一定每天都要滚 后来大安寺 那时候还没成大安寺 就是台北第二届 后来过没两个月 大凡寺又成立了要上课 又没有义工 原则法师又说 没有啦 我们也要去大凡寺做义工 所以我在两边做义工 也加做了十年以上 是 一直到当讲师以后才没做 是 法师 刚才你有说到 要帮师傅传四神汤 为什么师傅要吃四神汤 这个四神汤就是师傅当时 他说他的血糖稍微高一点 血糖高一点 有的人是会肌肉萎缩 肌肉会比较萎缩 结果老祖派的这个四神汤 吃了不会肌肉萎缩 不肌肉萎缩 就是帮师傅補这个气 就是我们说補气 補气 補气 主要是那个血糖 虽然说不会下降 可是可以平稳的维持 是 这样是很好的 四神汤你自己煮吗 对 都是我自己 只有素心还是还有其他食材 素心加一个苦瓜白妞 苦瓜 白妞 素心白妞 素心白妞 苦瓜 白妞 所以我现在很会 苦瓜多大的白妞 我切的就白妞 很准 切了十年了 要煮多久呢 差不多我的经验 是要两个半钟头 要两个半钟头 不能用电锅 有人问说用电锅 不是 要一定用瓦斯爐 它滚的时候 电锅滚起来就是水水的 它那个要浓缩 八碗水 要有八碗水 浓缩到两碗水 所以八碗水煮两个半小时 其实有可能已经没有水分了 所以你在煮的时候 要一直把它打烤 到尾巴到后来的话 要去打烤 要搅动一下 才不会炒到 才要晾锅 这个素心汤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 可以 尤其是我们说的 其实我认为不一定是血糖高的人 不一定 那时候我在 当时是在教室 就是在服务中心那边 有小厨房在那边熬 后来想一想不对 熬太久了 后来就自己在家里熬好 才过去这样方便 是 好 再请教法师 你说这样连续 在五股工业区做法工 又归来大凡市做法工 就一进门就一直跟着跟着 我们家的师兄 有没有一起跟进来共修 他是没有 在上班期间 退休之前 他是没有进来共修 是到后来有一点事情 他就完全进来先火事 大家认识他的 他也来了十几年 是 那在师父的旁边 帮忙师父 照顾师父 准备这些东西 一定也常常都会听到 有人来找师父 问师父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师父帮人家处理的事情 在那么多年 其实 师父是一早就来 不是去看房子 或者有信徒 还有中央 尤其在大凡市的时候 他整天就是 早上就整个早上 就帮人家处理一些事情 当然是看了很多 其实 要讲的是 很多 可是 也落落等了 可是最起码就是说 师父可以让大家都是能够 健康的 要健康起来 平安的 能够平安起来 是 也看过很多 从医院 掉的点滴 请假过来给师父加持的 师父都会说 你这个要加持三次就好了 真的三次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过很多 师父加持 帮人加持 是都 拿香 还是他的手 这样加持 普通这个时候都会拿香 普通这个时候都拿香 还有借助各种 师父后来最后就会给你拍三下 甚至师父说 用拿香 会说 我帮你开刀 开刀以后 三天不能洗那个地方 某个 你所要开刀的地方 如果说有病变的话 他会说三天不能洗 洗那个地方 不然更痛 像开刀那么痛 所以就是说 师父帮他治疗的时候 用那三个香 第一个病痛的地方 帮他开刀 所以回家不要碰水 其实他这样的开刀 他也是全身都会帮他加持 让他的魂魄更直在 是 是这样子 那你们那时候在看师父 因为一开始 我们刚入门不久 就看师父拿着香 帮信徒有生病有不舒服的 这样子零疗也好 还是说加持也好 当下你们感觉 会不会很好奇说 这样会有效 还是说 会学着一样去 想去学一样来做 没有 我没有这个心态 是 因为我还没进入我们维心中以前 圣教以前 我也接触过很多宗教的人 寺庙或者出家师父或者住持 所以我对这方面不会好奇 是 我直接说 而且我也很信任师父 只要他愿意出手一定是成功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纯粹就是说来服务这样 因为您看到太多来求师父 来求老祖加持 每一个人都是生病的进来 健康的出去 或者过两天来 又跟上次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有的是肿成这样包裹的 有一个小姐来 我记得 他肿成这样子 肿成圆滚滚的 师父说 也是挂着点滴来 师父说你要三次 第二次来的 第二个礼拜来的 完全变一个人了 第三次来就已经 好了 就是 就是跟平常 我说上次那么胖胖的小姐 没有了 已经就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了 是 所以说我是很信任师父的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五谷上课 再来大凡寺做义工 然后又多久我们大恩寺的成立 那个在五谷工业区上课了 差不多将近一年多吧 后来有一个宗教事件 后来就搬到林口竹林寺的管理中心 其实那时候搬过去的时候 师父有点担心说 从台北去那边 会不会大家都不愿意去了 才偏远 结果没有 都没有走 反而都 都放在那里 两三百个人就每个礼拜六都去那边上课 而且很少人休学过 是喔 在那边还蛮稳定的 两三百个人 所以场地一定要有一定的大 对 是 那我们第一次在五谷工业区有四五百个人 那时候是没有桌子的 我们写字就在脚上去 大家都很多还算蛮 那个心是凝聚的 我觉得 后来又搬到泰山 搬第三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 可是要去搬泰山的时候 师父有说 需要搬去 师父是不太赞成搬去 他说在那边 他讲台顺水流 我有听到师父讲 是 原则法师有问师父说 为什么不搬去那边 比较恰恰 师父说 那种胎的顺水流 后来去 很多人会没来 真的吗 是 所以底下的人缘的减少 一坡一坡的来 一坡一坡又 就很大的变动 不过老的还是 留在的还是留着 可是新来的就会很多的变动 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的办公桌 也是不能顺水流 也不能顺水流 还有呢 这个顺水流的关系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 师父说顺水流是说 气就流走了 留不住 所以说住家 办公桌 还有说神位也不能顺水流 是 所以说在顺水流的话 那时候第一次听师父讲就说 那时候讲他的顺水流 人就流不住 可是因为某种原因 还是搬去了 也是印证 师父说也印证了 是 是 那除了说刚刚法师您讲的办公桌 神位 家庭 还有家里的什么地方要注意说 不可以顺水流的 当我们要去买房子的时候 还没有 我发现 就是说现在的建商 他就不管你顺水流 不顺水流 尤其我们桃园 好几个地方都有小山坡的那个 那顺水流那一方的住 真家的住家就不太 时常会有变动 是 就住去没有多久 就是了解 或是怎样 都开始就会不好 还是一样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 印证了蛮多 住家 顺水流不好 科研的大門就是会顺水流 对 所以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说 门千金 除死妞 那可是又住了怎么办 有没有改变的方法 那现在就是要看当下 它的环境能不能改 如果说能改的话 我们就改个 普通都会改个那个 玄关吧 看能不能挡住它 如果不能挡住的话 有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去 买房子或者看房子 不管租房子或者买房子 都是要先看 我们要先沾个卦吧 或者先让 有人说法师我这可以买 我说没去看 或者没沾卦 我也不敢跟你说 是 又买好的叫说 原文法师说的 那戴不好 他说 我们要背这个叶 我们也背不起 是 我说没有看过 没有沾过卦 我们不敢讲 所以 我们如果说要买房子 最好可以到 维新圣教各分师到场 请法师还是讲师 来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住了会平安 会担心 我们这里买这间房子 是比较好 那个要去看房子的时候 师傅都讲 你还没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要先看附近的环境 如果是有斜坡的房子 都比较不那么的好 有的是斜坡的比较严重 我也时常跟师兄他们 有时候出去外面 我说你看 这边的是斜坡的 所以这边的店面都忘不起来 师傅说斜坡就是 气就一直滚走了 就流走了 你就流不住气 是 所以说就不太好 气就比较不聚 不聚的话你就不忘 是 有一位师兄也说 还好我没有买 不然的话我以前想买这里的 有这样的状况 是 如果像工厂的话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工厂 那么大的工厂 机器也都买了 设备都买了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现在也是只能说 是不是用改玄关的方式 或者改门的方式 看有没有方法改 要看现场 是 所以法师学了很多 看跟着师傅 服务师傅跟着师傅 我也会看到很多的例子 对 以前跟着师傅的话 也是真的是上山下去问 不都去 到处都要去 对 不然你看不到 是 光在讲的话 光凭想像 我们还好有这个机会 真的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跟着跑 是 因为老祖的妙法 才让我们大家都住得平安 对 主要是能够平安 能够一家健康最重要 是 然后你说第三个地方上课了之后 多久才搬回去 才去买单 后来在泰山上过 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就师傅就说 老祖师尊开始要 开始买道场 那时候的大家年聚力也比较有了 本来说是树林 说树林 树林 有一点 本来是去树林 抬头树林看 结果说 不是那里找不到那种地方 师傅老祖开市的地方 没有人说 报到树林 后来师傅说树林 树林有点 后来到树林看 就是现在的大案市 当时候他盖了地 打地基的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五六楼 就去看 后来也不错 所以老祖师尊法的话 像那时候当时他的计划 并没有说挑高 是后来我们去订了以后 才改变设计说我们要挑高 后来我们那一班有一位同修 也是建筑师 他就计划说 用挑高什么怎么做 那个建筑公司就同意 所以现在大案市就有挑高那么高 好高喔 看起来是两楼长 两楼六米六的吧 所以说老祖的法 会让人家改变很多不一样的事实 对 那时候有这样的状况 改变得更好 对啊 一定是更好不可能变坏 是 只要相信 所以我就说 只要相信老祖的法 师父讲出来的一定是对的 所以之后您就跟着 师父跟着到大案市去 就一度就也是转移到大案市 就一直到 到现在了 是 在请教法师 大案市早期 因为还在盖的时候就买的地方 那时候师父有开示说 大案市的地理环境吗 他说有九龙细柱这样 是 所以后来我们师父有带我们到后山去 去户外教学了一次 他说 那个大案市后面就有龙卖下来 那个都是龙珠的地方 所以还是有他的大地理在 还是有大地理在那里 就对了 有说要注意哪些 在建筑的时候 因为建筑的时候 其实平常讲 建筑我们不敢说 只是说后来 师父就有说 要怎么做怎么做 所有都是照师父的那个 他也会画图给我们 给彦德化师他们 所以我们就跟着做就好了 所以大案市的整个环境规划 也是师父规划说 哪里做讲堂 哪里做佛堂 对 做大雄宝殿这样 应该我想每个道场的师父 都有这样规划 包括我们中立道场也是 当初我买的时候 师父也是画了一个图案 哪边哪边哪边 他都会画好给你们 我们照着做这样子 好 那大案市那时候 在服务师父的时候 人员有在增加吗 还是后来就再另外开一届 还是怎样 就是本来你们不是说 第二届 我就开 你们是第二届 后来就五届在哪边 后来接着开的 接着就一直有开班 五届八届就一直开班 是 是 好 还有法师他们也有上课 也都有初级班 各界都有 就在那边 甚至到现在 是 是 好 谢谢法师 对 好 感谢您 大案市的成立 也招了 就是邀请了很多的同修 一起来共修 所以我们在那里 就有成立了 第二届 第五届 八届 后面的十二届 一直到现在 已经二十九届了 对 也非常多的学员来共修 也成就了很多法师出来 是 对 对 后生苗帝修万法 都做自闭度昏 后生都做空中苗友的苗法 已经破团在世间 帮助了无量所的众生 所以我们要共赞 后生都做天威 后生都做代祖代鼻 代督 代人 说好夾手定类 今天很感谢袁荣法师 来跟我们做分享 袁荣法师 谢谢 感谢你 谢谢 当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快乐 无量收苗帝修 王山路祖 发声把争转开 inker海 讽多俗 开心 一须听借 你再无开 听吗 你这么做愿意 所以我想 准��都走 Michigan 你agricane 谢谢大家 你们的名修 我只是准 med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